今天我可能反其道而行 以前都是念 已经就是 见报的文章 那难免也是有退稿的时候 但是呢 虽然退稿 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 觉得 否定自己 仍然是充满了自信 怎么说呢 因为我有一套 自我安慰的方法 我想那天 是不是编辑 稿件太多了 没有仔细看 就把它放到一边去了 或者是说 讲明来语 一天的网络 去让那些 拉磨搞到的款 不然怎么会 没看到我的闻呢 反正我就是会自我安慰 那但是 毕竟这个文章还是 因为自己 有用过脑子 所以就还是 我不会说 因此呢 这个稿件 我就丢到一边去 就把它当垃圾了 不会的 我还是会把它保存起来 那现在呢 我想念念这个退稿的 也是蛮有趣的 题目叫 五十花蝴蝶 五十花蝴蝶 你听这个题目 就知道有点 有点 有点趣味在当中了 好 开始咯 等一下 先让你们瞧瞧 这就是我的原稿 原稿 五十花蝴蝶 字数不多 第二页 这是第二页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这是 孔老夫子的 智礼名言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可知道 这也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其实 人有 至于之分 境界的达到 也有 早晚之分 我呀 不早 不晚 属于 常人的 智慧 自从 两个女儿成年之后 就开始回归自我 原先 生活也是完全以他们为重心 但是发觉 时代不同了 如果仍然像从前那样 看他们的脸色 过活 日子会越过越苦 为了余生能好过一点 我做了这样的安排 除了做一些基本的家事之外 其余的时间可忙呢 一周里有两天去才艺教室 为小朋友上做文课 有一天去学画 留一天做画 然后 有一天上平聚社 去清唱 留两天和同号去唱 卡拉OK 知道吗 别看我 已是天命之年 可是呀 梳起 两条辫子 穿上了 公主装 还是可以蒙人的 何以如此呢 只因为 我有一颗 年轻的心 我始终认为 人的形体 虽会老化 但内在的心 永远不可老化 甚至于 可以将自己的心 永远定格在 自己认为 最美的一个年纪 暗示自己 只要 活着的日子 每一天 都是青春日 人是非常奇妙的动物 你的念力 足以影响 你的成效 这是我实验的结果 不信 你来看 每个星期三 六 到 叉叉 卡拉OK 当你看到 一位在台上高歌 在台下乱舞的 花蝴蝶 就知道 我的厉害了 我真不该 昧着良心 如此 放胆演出 害不少人 神魂颠倒 告诉你啊 还有人 以为我仍带自归中呢 而 展开了追求 好了 念完了 你看看 像画吗 这是五十岁的时候 写的文章 我自个儿看 我觉得很有趣 我不晓得 当时的心态 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我把它 留下来 甚至于 把它录影下来 这样子的话呢 等再过个几年 回头再看 我想 还是一样 会觉得很有趣 会觉得说 那个时候 怎么会有 这么青春活泼的心 我自个儿会 觉得 很开心 因为我在自找乐子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 当时不把那个 心态 经过情形 把它记下来 过个几年 可能会忘了 一干二战 我觉得挺可惜的 没关系 这就是我的个性 好了 今天到这儿了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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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